第十章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 弟兄們,我心裡所願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上帝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因為不知道上帝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上帝的義了。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摩西寫著說,人若行那出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活著。 唯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 你不要心裡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領下基督來。 誰要下到陰間去呢? 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裡上來。 他到底怎麼說呢? 他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裡,在你心裡。 就是我們所傳信主的道。 求告主命的必要得救。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上帝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清義。 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經上說,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 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為凡求告主命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若沒有逢差遣,怎能傳道呢? 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起信的人,他們的腳中何等皆味? 只是人沒有都聽從福音。 因為以塞亞說,主呀,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但我說,人沒有聽見嗎?成言聽見了。 他們的聲音傳遍天下,他們的言語傳道地極。 我再說,以色列人不知道嗎? 先有摩西說,我要用那不成子文的,惹動你們的憤恨。 我要用那無知的文,觸動你們的怒氣。 又有以塞亞放膽說,沒有尋找我的。 我叫他們遇見,沒有訪問我的。 我向他們顯然。 至於以色列人,他說,我整天身手,招呼那撥翼頂嘴的百姓。 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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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